请长官们复土 细心将土完整覆盖 期盼树木都能健康生长 适逢三月也是植树月的到来 东森集团与新北市政府合作任养 共辽区龙门运动公园千坪绿地 与会贵宾包括新北市政府副市长刘和然 农业局局长李文 共辽区区长柯建辉 以及东森集团副总裁廖尚文 西首植树造林 东森集团也获班新北市政府感谢壮 工部门我常常讲 做很多事情都是我们的职责 可是如果有很多其他非工部门来参加 响应其实非常重要 所以非常谢谢东森集团 在我们三海造林运动 我们未来在十年会要种40万棵的树 每一年平均大概4万棵 那东森集团这次也特别响应 在我们的共辽地区种下了我们原生种 我想这是一个宣示 也是一种象征 这么多面对气候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真的付出行动来让它实现 在公辽区龙门运动公园 东森集团任养了1630坪的绿地 并种植65棵加冬和45棵苦练 共110棵树木 不仅美化环境 提供人们舒适休憩空间 还能调节气候减少碳排 唤起民众一同爱护环境和尊重生态 东森集团帮我们种了解冬树和狐狸院树 在这个地方非常大的帮助 我相信未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商量地点 欢迎大家来这边做活动 我想这个ESG这个概念 是不管是政府单位或者是企业 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怎么样来推动ESG的相关的工作 这个也是企业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在新北市政府山海造林的这样的一个远大的计划之下 同时东森集团也是新北市的这个企业的一员 我们来积极的参与 尤其是在环境保护跟永续这个领域上面 我们持续的来参与新北市政府的相关的活动 东森集团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动环境永续发展 不仅与新北市政府攜手并号召翡翠湾浸滩活动 以及在新店闻山农场种植植栽树木等 东森集团也将持续响应 以实际行动爱护地球 并积极实践企业社会责任 为环境永续贡献心力 记者 普逊 郑远龙 采访报导